一般人認為做木工可能是男生比較適合 不過最近有越來越多女生喜歡透過自己的手來DIY家具 位在花蓮市的黑影林木工教室日前開設了新女性木工課程 年滿12歲想打造專屬自己家具的女性都可以前來報名 設計出的作品豐富多變讓老師都很驚豔 木工不再是男性的專利 今年有越來越多的女性 有感於外面賣的木製家具 可能款式不好看或不符合自己裝飾家裡的需求 尺寸不合等因素 開始喜歡透過自己的雙手DIY家具 位在花蓮市的黑影林木工教學教室 日前就開設了以女性為主的新女性木工課程 吸引許多女生報名 女生跟男生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他們很想把自己的家裡布置得非常溫馨 非常舒適 那讓自己的家人回來就會覺得 很窩心 很幸福的感覺 可是呢 女生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在外面找你想要的家具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是尺寸不合 要不然就是顏色不好看 再來就是可能功能又不適合自己 所以相對來說 女生喜歡DIY的人數就比男生多很多 那我們當初開設這個課程 就是希望讓女孩子有機會 來做木工DIY的這個活動 我在當中發現其實在學習不同的東西的時候呢 都會有不同的獲得 包括你要怎麼樣很耐心的將一塊很粗糙的板子化作你自己最喜歡的家具 那上過一次課程以後老師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而且非常不厭其煩地去教導我們怎麼去使用工具 還有包括注意這些安全的事項 透過自己所設計的設計圖 然後做出最符合自己家裡的家具 就是我覺得這堂課讓我覺得獲得最多的東西 黑影尼木工教室開課十年 女生學員反應熱烈 老師李嘉鑊也稱讚女生作品豐富多變 男生則比較簡約單純 將持續開放男女生報名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收尋臉書粉絲頁黑影尼木工教室 記得講幫彥皇臨師報導